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发了一条乍一看很猖狂 乍一看还是很猖狂的消息 众所周知 我于某人是一名不知名的游戏主播 作为一名鲜为人生的农药技术流主播 是绝对不会姑息这种猖狂的行为的 于是我就打开了那个我许久都没有碰过的男人 看这帅气的身影 自信的操作和胜利的提示音 都怪我前一阵子过度沉迷于工作内卷 冷落了游戏 现在游戏为了报复我的行为 也冷落了我 说好的连败之后必已连胜 为什么我只有连败 带着失落和不甘 我睡着了 大家好 我是于某人 非知名海鲜序up主 最近我遇到一件怪事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陷入了循环 我被困载了1月24号和这辆车上 事情要从我有一个朋友说起 从那以后 无论我在什么地方睡着 都会以我在这辆车里被噩梦惊醒的方式 重新回到循环 无论穿什么衣服睡觉 都会被换回这套 回到1月24号 怎么还在这台车里啊 一开始我觉得留在循环里也不错 毕竟up主的停跟理由又多了一个 极度放纵后 我感到了一丝不适 作为一个沉睡大部主 我怎么可以这么久不做视频 图线的循环重置 让我感到了无力和害怕 只要一睡着 做好的稿件工程就会被重置 无论开心还是难过 发生过的对话和事情就会被大家忘记 明明有这么多人 却好像只有我一个 我开始分不清 到底是自己陷入了循环 还是他们陷入了循环 不能再这样了 想个办法逃出去 不知道是谁说过 想要逃出循环 首先得找到开端 不是这个开端 是这个开端 已知每次醒来的时间为 1月24号发布评论的时间之后 而且每次醒来都伴随着在游戏里被连续击杀的恶梦 根据循环游戏的因果逻辑可以得出 1月24号是循环的日期 评论是循环的开端 车是循环的地点 被恶魔惊醒是循环的方式 那么在根据游戏的任务机制 完成任务就可以打破循环 作上所述 想要打破这个循环就得完成这个fact 由于我长期荒废农业 加上奇差的运气 并不适用于连败之后必连胜的学学定律 但如果拿出冲刺高考的毅力和决心 集训一波 好像也不是不行 上厕所时不能玩游戏 好嘞 不是这怎么是人机啊 我是最小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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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赢啊 我现在正在学习的这个视频 来源于上级大众挨底杯 终于要结束了 小哥哥 我不大会玩 我可以跟着你吗 我可以跟着你吗 行不行 我拆 拆我拆我拆我拆 我拆我拆 可以 终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 我连胜了 家人们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努力是不会被辜负的 哇 终于可以好好睡着了 终于我跳出了循环 一切恢复正常 怎么还有这辆车上啊 你好大众 打开空调 为您打开空调 没问题啊 我把这卡给忘了 现在补环来得及吗 你们的新年生计 让我坑坑啊 给 it 让我坐过来 我和你 我们儿子